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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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气息却是掌控得更好 多了一些细节的语音 而主歌部分的高潮才是占据最难的 也是整首歌曲高潮处的抒发点 在主歌的部分 我找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点 首先是周深对于声音控制的细节处更为明显了 周深的声音确实有比较特殊 而从主歌部分开始 音色就有了些许的变化 其次便是周深在表演中的特色的融入 很明显的一声声K的呐喊 将那种内心的无奈诠释得更加的尽善尽美 其实周深在最近发布的歌曲中一直有风格的延伸 并且再次演绎的歌曲都会更加的稳 这也许是它最大的特点 一直都在进步 细节的把控是实力歌手才能够接触到的东西 这已经代表了歌手本身就对音乐有了更深的理解 而它的成熟也将意味着 未来它还会有更大的期待之 周深的第二首歌曲 别再问我什么是disco 这首歌的风格让我非常诧异 毕竟连续演绎不同风格的歌曲 很容易对歌手的发挥造成影响 真正的实力歌手在演唱歌曲时都会带入本身的情绪 而荒诚度又是与这首歌截然的不同 总体来说这首歌风格很宽快 对于跨年晚会来说是烘托气氛的一种方式 经历了情感 再经历欢快 迎接新的一年 我并不是很喜欢听这种类型的歌曲 或许也是性格使然 但周深这次的演绎却让我有了一种新的认知 说俗气一些 对于它的声音很少有听众不喜欢 也包括我 这是歌声的一种特性 但对于这种类型的歌曲 我是没想到它还能融入这么多歌唱技巧 首先是每当disco这句运用了热音结尾很自然 而在后续又运用变声的方式去烘托气氛 论风格来说 这首歌在欢快的同时又融入了淡然的色彩 已经很独特了 想必过几日人气必定会很快的上升 若要说意义 其实我认为这首歌最大的意义在于能给人们带来欢快的情绪 人们或多或少都会经历的不同 情绪也随之不同 这首歌曲与达拉蹦巴有相似之处 也都是比较欢快的 风格或许能适应不少不同心情的听众 但我认为欢快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情绪 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当然总体来说还是得益于周深的精彩演绎 这也是他治愈心灵的能力 周深的未来有太多的可能性 无论是歌曲质量还是他本身的唱功都是很棒的 只需要时间的积累 很大可能登上更大的舞台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冰飞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